元宵节赏花灯今年台湾灯会仪式到南投的中兴新村举行 马年主灯龙居藤耀高达23公尺非常有看头 而展期10天预估可以吸引600万人次的参观人潮 2014年台湾灯会即将在14号元宵节盛大灯场 今年的灯会首度仪式南投县中兴新村举行 预计展期10天将会吸引近600万人次的参观人潮 2014台湾灯会我们这次移师到南投的中兴新村来举行 那这次也刚好遇到2月14号的这个情人节 我们先祝所有的有情人忠诚眷属 那这次的展期到2月23号 那这次主灯的高度高达23公尺也是历年来最高的一次 那里面透过了5120个回路以及将近20万盏的这个LED灯 我们希望以这个节能减碳的方式来去呈现灯会的一个璀璨量力 有关单位观光局表示 今年的主灯高达23公尺 荣居藤要非常的吸引民众的目光 而且其他展区也非常有看头 不过提醒民众最好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到现场 以免坏了兴致 欢迎所有台湾的民众能够来台湾灯会 欣赏这一次的一个灯会 那在来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建议大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我们在北灯区跟南灯区都设有停车场 那希望各位将车子停在这个灯区的外围 然后搭乘接波工具进到灯会来 让这一次的灯会能够有一个顺畅的一个交通运输 大家赏灯也能够顺利 联合广报的邱琼平 南投报导